位于五谷明义路与成泰路二段中心路四段的三叉路口 由于车流量相当大 该路口又正好位在五谷国小及五谷国中学生 上下学必经的路口 学生过马路时非常危险 有些转弯的车子并未离让行人 学生又比较矮小危险度更高 有关于五谷国小跟明义路口 这个是五谷国小跟五谷国中每天早上跟下午下课时间 能行往路口前往学校 尤其随同那时候最多的时间 那五谷国小跟五谷国中校长的建议 那我本身又是五谷国小的家长会长 所以在今年的7月21号 跟交通局警察局还有新北市各单位前往会堪 市议员宋明宗同时也是五谷国小家长会长的他 相当重视该路口的安全性 并邀请市府教育局交通局公所及当地里长 一同会堪商议 决定在学童上下学时间将号制登增设行人专用实项 以维护孩童与行人过马路的安全 新北市政府交通局也决定答应 在五谷国小跟陈泰路跟民意路口 化规划为交叉一个路口 到时候绿灯的时候四方的车辆停止行驶 让民众在新的方面马上能够在交叉路口 马上能够直接到学校的安全维护 那非常感谢交通局的全力支持 那也在今年的8月15以前 他能够规划完成让民众跟学童 有一个安全巡视的一个路口 宋民众议员表示 工程将预计8月25号前增设完毕 因应学童开学时需求 届时不仅解决导户不足的问题 同时对孩童上下学时的安全更加升级 记者虎萱五谷采访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